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外是 大陆事务或与安全相关机关的政务副主管或中将以上人员 以及情报机关主管在退役退休后15年内 不得参与大陆地区党务 军事 行政或具政治性的机关团体 在大陆地区举办的庆典或活动 而有所谓妨害尊严的行为 草案还明确 违反规定者除剥夺退休金给予和罚还外 曾领取的奖章 勋章 执照 证书等也将予以追缴注销 草案在审查过程中 民进党及民代理军毅提出 所谓妨害尊严的行为 无论退休多久都不应该发生 因此他提出修正动议 要求取消15年的规定 一旦取消即变成永久限制 当时出席的台陆委会主委陈明通也表态支持 对此 国民党及民代江启臣质疑 我真的建议执政党直接说两岸终止交流 这样最快 江启臣指 陈明通号称大陆通 应该知道两岸问题症结在哪 希望他在修改相关条例时 要秉持学者研究两岸关系 游走两岸之间的良知 务必谨慎 陈明通难以招架 只好说谢谢做回应 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参选人赖清德22号 突闯民进党终止会现场 并抛出所谓赢的策略 引爆蔡英文和赖清德阵营新一轮的恶斗 对此 蔡英文23号回应称 赢就是赢 输就是输 没有所谓让的问题 他也再度信心喊话 重申一加一大于二 我今天来 我提了一个赢的策略 民进党22号下午举行中职会 讨论2020党内初选相关事宜 各方机变近两个小时 无法达成共识 赖清德获悉消息后 闯进民进党中央 喊出三个如果新方案 第一个情况是 如果小英赢了韩国瑜 我没有条件支持蔡英文 继续竞选人认 如果 第二个状况是 如果我没有赢韩国瑜 那我也会全力地支持蔡英文 进党的任党 第三个情况是 如果我赢了韩国瑜市长 韩国瑜市长又赢了小英赢 我请小英赢 还有党中央 党内的同事能够支持我 但赖清德的新提案 蔡英文根本不买单 蔡英文23号在台中接受访问表示 民进党中职会已经有一个初选方案在讨论 而且非常接近有结论 但是赖清德提出的方案在过去初选协调期都没有提出 人的协调期蛮长的 这个协调期它都没有提出来 又在中职会也没有提出来讨论 蔡英文阵营发言人阮昭雄 23号晚间透过新闻稿痛批民进党主席卓榮泰 称其让中职会无法决定出选的七成与方式 造成七成的延党 这无异于没收中职会 没收民主机制 蔡英文回应说 会议突然中职 确实让很多人感到突兀 她希望中职会不要再拖 快做决定 同时蔡英文也再次信心喊话 呼吁自己人不要打自己人 战地要一致对外 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 赖清德提出退让的办法 但蔡英文不接受 双方因此得在下周的民进党中职会上 继续协商 但初选继续拖延 似乎对蔡英文方面更有利 甚至传出 由铁英派人士有意寄出霸王条款 要召开临时党代会 提案征召蔡英文 非常离谱的一次 藐视中职会的戏 铁英派人士怒气冲冲 原来在22号的中职会上 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规则就快过关 6月10号到14号做民调 以及手机和固定电话 民调样本各半都有突破 就查党外对比式民调 要跟谁对比 还不能让蔡英文阵营如愿 不料却被赖清德突袭 杀进党中央 提出新办法 我认为他是很有风度 我也希望蔡英文那边 也可以思考一下 各让一步 赖清德提出 如果民调PK韩国瑜 不管蔡英文赢 还是自己输 都会支持蔡英文连任 只有自己民调第一 而蔡英文民调又垫底 才呼吁党内支持他赢得初选 但蔡英文阵营先是表示错愕 又对赖清德的让步不领情 赖清德先解套办法 党中央要请无人小组来协商 并且在下周三加开一场终止会 但如果双方继续没有共识的话 就会一直延下去 那到了7月 平民派不排除召开临时全代会 祭出霸王条款 台湾媒体指出 赖清德是用以退为进的方式 想逼出党内初选延长赛的终点 因为一旦初选漫无目标 赖清德只有耗损 但蔡英文阵营也有对策 一旦召开临时党代会 提案挺蔡英文 别人头 蔡英文阵营评估自己有优势 民进党应得之战 双方各自算计 谁将谁一军还很难说 但几位民进党大佬纷纷发声 支持赖清德和民进党主席卓荣泰 七绿媒体美丽岛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佳直指 蔡英文搞了一个围殴大戏 30个人打一个 结果赖清德跑过来抢救 而蔡英文杀到最后 为什么不肯直接给赖清德一刀毙命 因为蔡英文怕人家讲他一句话 就是不要脸 民进党籍前面带林卓水 23号则在脸书发文讽刺称 现在民进党哪里只是被社会质疑 根本已经被批判 被瞧不起了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英龙更重批 相对于卓荣泰坚持法制 捍卫体制 鹰派代表和中指委展现出 没有底线的后言无耻 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横柴入造的态度 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 简直就是在挑战广大民进党员 和支持者容忍的极限 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就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的问题 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黄仙柱 近日也将矛头指向 挺蔡英文的民进党记民代于天 他质疑于天 最近在组织聚餐时 逼迫其他县市的党部主委 签下支持蔡英文连任的联署书 认为这根本就是鸿门宴 一张支持蔡英文连任的联署书上 签了几个名字 让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黄仙柱很生气 因为他说 这些名字是民进党及民代于天 在聚餐的时候 突然逼迫其他县市的民进党党部主委签名的 民进党台南市党部还原当时情形 说于天5月13号 邀请民进党全台湾各县市的党部主委 到蔡英文办公室拜访 接着又举办聚餐 但就在这时候 于天拿出支持蔡英文连任的联署书 要求所有党部主委签名 他们因此质疑 这根本是鸿门宴 当下会餐的时候拿出来 是没有办法有考量的余地 当然也有其他的主委 跟我们主委反应 他们很反对这样子的做法 这场聚会除了台东 台南 跟屏东的民进党党部主委 没有参加之外 其他人都签了字 我没有逼迫大家 是经过讨论之后 然后大家一直决定 然后通通知愿 我们没有硬拿着笔 硬压着他签啊 怎么可能 虽然于天事后回应 称联署是为了要团结民进党 但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的战火 看起来已经延烧到基层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 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 管毅 来看看他今天带来 哪些方面的观察和报道 管毅 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紫乔 我们延续刚刚的新闻 来看看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近期无论是在与台行政机构前负责人 赖清德之间 因为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 实陈而掀起的蔡赖之争 还是与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隔空互呛 再或者与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双方将要达成的双英会 都令这个民调一直垫底的蔡英文 在各大媒体网络上 占据了重要的版面 今天台湾联合报社论专栏 也提出了一个观点 就是来寻找蔡英文政绩中 遗失的关键词 此前蔡英文就职三周年之际 用十个四字连铺陈 她的三年有成的施政 并称这是重新定义台湾的关键词 但令人狐疑的是 台当局三年来大张旗鼓推动的 许多政策 诸如所谓维持现状 转型正义 一例一休 心难向 乃至刚通过的同婚立法等 却未收纳其中 蔡英文办公室解释 这是因为政绩太多 无法一一罗列 文章认为 事实上若仔细解释 她遗漏的关键词 不难发现她想要遮掩什么 文章观察到 蔡英文就任时 曾提出五大要求 其中极重要的一项 是立畅两岸关系及沟通 要维持现状 但三年来 两岸间不但没有沟通对话 只见蔡当局不断地叫嚣 放话 歹人报复 两岸议题几乎已经成了 辣台妹的政治提款机 此刻 两岸关系只见紧张和倒退 现状在哪里呢 蔡英文三年前就职演说的 另一个重点是 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包括深化民主 转型正义 所谓原民正义和司法改革 但三年下来 这几项要求 不是跳票就是半途而废或背道而驰 他承诺三年内提出转型正义报告 已经确定跳票 转型正义四字确实贯穿蔡当局三年的施政 只不过他已不再以追求社会真正和解为目标 而是以斗争清算政治对手为己足 而这其中最继代表性的可能就要算是去年所谓促转会爆发的东场事件 但是这其实也只是冰山一角 从蔡英文上台后新成立的所谓党产会促转会 到原有的监察机构 选务机关 内务部门 教育部门 法务部门等等 都遭到了所谓东场化 成为蔡当局巩固政权 斗争政敌的打手 联合报的社论认为 蔡英文施政这三年 台湾确实被重新定义了 台湾变成了一个只有对立 没有对话 只认选票 漠视法治的地区 不满意可以拍桌变成了畅衰的不会得逞 文章认为 从蔡英文露略的政绩 我们看到的是阴暗的抑郁 我是管毅 以上是我在台北的观察和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演博士 自乔 好的 谢谢管毅 好 带您继续看新闻 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拟参选人 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 23号接受台湾广播节目的专访 谈及自己的竞选理念 和党内初选问题 对于民进党的蔡赖之争 朱立伦酸赖清德 既然说过要挺蔡英文 就该讲信用 他还拿男女朋友当例子 说谈恋爱不能设期限 对市场只有开放开放开放 你用我的招数 我就是开放开放开放 朱立伦上广播节目 大谈竞选理念 面对党内竞争 他只有简单一句话 不要内吼 对于自家人问题 朱立伦很坦然 但看到民进党的蔡赖之争 他的感触却很深 你如果有诚信当师 就不要去接人家的行政院长 第二个人在立法院 讲了那么多次 要全力的支持蔡赖之争 然后哪有一个期限 说就到11月24号 那男女朋友也不能这样讲 对于赖清德提出三个 如果的初选新方案 朱立伦话也讲得酸溜溜 把也是移来移去 那要射箭的人也自己都 心情也不定 蓝绿2020党内初选都瞧不定 中间还夹着台北市长 柯文哲这个不确定因素 甚至两党初选民调都考虑 将柯文哲纳入对比 对此柯文哲也说 万一自己不选呢 前进2020各方势力大乱斗 朱立伦接连上直播 广播表达理念 积极备战 中国国民党2020党内 初选作业23号启动 国民党中央五人征询小组 当天和前台北县长周西伟见面 周西伟抛出 党内初选结束以后 所有参选人要认领 2020选举责任区的说法 并表示自己如果输掉初选 也会全力为国民党2020选战 做贡献 国民党中央五人征询小组 征询对象包括 高雄市长韩国瑜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新北市前市长朱立伦 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 前台北县长周西伟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忠等六人 征询小组23号和周西伟见面 由副主席兼秘书长曾永泉 副主席郝龙斌 和组发会主委李哲华 到周西伟位于板桥的办公室拜会 两方会面过程约半个小时 周西伟位会后受访表示 他和党中央有三点共识 包括民进党蔡英文仍是最强 国民党内出选结束后 所有参选人要认领2020选举负责区 以及不能忽略台北市长 副文哲的存在 要赢的几率我认为是一半一半 我并不认为说 今天就是民进党做得这么差的时候 国民党有绝对的把握能够赢 我希望国民党真正能够团结 目前民调落后的周西伟也表示 他会拟一份承诺书 在初选过程中绝对欣赏党内同志优点 不批评攻击任何党内同志 如果有违反愿意受最严厉制裁 如果他胜出 希望党内同志支持 而如果不是第一名 他会自愿向党内报名 分派他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 并将所有时间资源能力 贡献在国民党2020选战中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锈钢管具名不出 我是紫乔带您继续看新闻 国民党2020党内初选拟参选人郭台铭 23号下乡到台北市长柯文哲的老家新竹跑行程 还首都启动战车扫街 不过被问到国民党初选民调 打算纳入柯文哲的问题时 郭台铭没有正面回答 反倒是对于柯文哲先前 讥笑他舔盘子的言论发起了脾气 大家好 我是郭台铭 来到新章先转交流跑 郭董人生第一次战车扫街献给新竹 毕竟是宣战新手 站在战车上面似乎有点不太熟悉 怎么有点尴尬 是因为人真的有点少 不过还是有热情民众摇下车窗 郭董初选就启动战车扫街 找了好几步踩进柯文哲老家 不过说到柯市长 郭董不满他这个动作 你讲柯P我讲过 昨天想起说他笑我舔盘子的事 我这个舔盘子是告诉大家 这个环保的清洁剂 是大家要用爱地球爱水源 爱台北爱环保 每天我不晓得大家 就是说跟着他激哈几声 对要有深度一点 要有内容一点 那IQ再高 如果没有内容是没有用的 小小抱怨郭台铭不管外界怎么笑 他的郭氏作风越来越有梗 跟着学生大跳健康操 尽管手脚有点不协调 还是卖力跳 讲话很有梗 我应该讲我是料王 那我讲话都有料 蓝营2020党内初选竞争激烈 不过有台湾媒体发现 最近有神秘人士通过广告公司 邦国台铭在两面墙挂上巨幅的广告 而且是免费赞助的 算一算邦国台铭 省下了至少300万元新台币的宣传费 消息引发外界的好奇 听到选战打的激烈 来到内湖科技园区 可以发现在公司行号门口 就有一图这样的广告 上头明白就写着 我挺郭台铭拼未来 而且上下广告还不止在这里 来到大安区同样的广告在这边也有 而且还是一整面墙 挺郭台铭广告高高挂 这边有那边也有 就连路过民众看了也吓一跳 这才看到吗 只不过这么大幅广告一整面墙 难不成是兰影选战激烈 郭董自格挂上 我们内部完全没有讨论到 所以不清楚说 居然有新的看板 然后这个看板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原来这可不是郭董自掏腰包 而是有人免费赞助 要帮郭台铭宣传拼人气 只不过巧的是 这悬挂地点都是同一家公司外墙 甚至淮宇国际公司 从纸媒起家 也经营整合行销业务 除了大安 内湖高挂的郭董广告 松山区也有广告墙面 据员工透露 确实有神秘客来刊登 但是是谁不知情 高架路上面看上去 应该是很清楚 我有看过挺韩国瑜 在中山街铐旁边 那一幅比较显严 因为内部有人像 然后角度问题 像这样的选举墙面广告 租金一个月 一般道路就要二到十万元 中央路口或捷运站 更是上海数十万 再加上帆布印刷 调划一百四十万 郭董的这两幅具型广告 谁来贴不知道 但少说省下了三百万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印度选举委员会 24号凌晨公布的 即时计票结果显示 执政党印度人民党 已获得人民院 及议会下院过半数席位 在2019年印度大选中获胜 印度选举委员会的 计票结果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24号 2点20分 现任总理莫迪领导的 印度人民党 赢得274个人民院席位 超过总议席数的一半 即2014年后 再次赢得全国大选 印度人民党领导的 全国民主联盟 在人民院 共获得超过300个议席 与此同时 最大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 赢得45个人民院席位 为最大的在野党 此外 莫迪在位于印度北方 邦瓦拉纳西的选区获胜 当选印度人民院议员 舆论普遍认为 莫迪将连任总理 美国一家地方法院近日裁定 美国高通公司利用其垄断地位 非法打压手机芯片市场的竞争对手 并胁迫客户支付过高的专利费 法院要求高通重新谈判其商业授权协议 高通表示将提起上诉 其股价22号下跌近11% 据美国媒体报道 针对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2017年提起的一项诉讼 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 21号裁定 高通公司必须与客户重新谈判授权协议 必须以公平的价格向竞争对手 发放专利许可 不能与苹果等智能手机制造商 签署独家供应协议 以阻止其他竞争对手进入市场 高通还必须在未来7年接受监督 以确保遵守指令 高通表示 将对这一裁定提起上诉 如果无法推翻这份裁定 高通可能面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巨额罚款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则表示 21号的裁定 是美国在一个关键经济领域 促进竞争的重要胜利 受这份法院裁定影响 高通股价22号暴跌近11% 收盘时跌至每股69.31美元 高通是全球重要的芯片供应商 但他凭借垄断地位 向客户收取巨额专利授权费 并以此挤压对手生存空间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当地时间22号午夜前夕 美国密苏里州首府劫匪训城遭遇龙卷风侵袭 美国国家气象局圣路易斯办公室23号确认 截至当天夜里 龙卷风已经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从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龙卷风所到之处 大树被连根拔起 建筑遭到严重破坏 当地时间23号 德国救援组织海洋观察 在利比亚海岸附近 发现一艘再有约80名移民的橡皮艇 由于船身露气 橡皮艇正在逐渐沉没 一些移民已经跳入海中 最终利比亚海岸警卫队赶赴现场 将移民全部救起 据报道 这是海洋观察组织 当天目击的第三起 利比亚海警救援移民的行动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 23号宣布 将和网约车公司优步合作 在大宝礁现实推出 共享潜艇服务项目 共享潜艇服务项目 将于5月28号至6月18号期间 推出为期四周 届时除了潜水乘船或乘坐直升机 游客们还有机会乘坐潜艇 来到30米下的深海 近距离感受大宝礁的美 昆士兰州旅游业发展厅厅长凯特琼斯说 大宝礁是澳大利亚最宝贵的旅游资源 共享潜艇服务将为游客提供一种全新的方式 来体验这一伟大的自然奇观 大宝礁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生态系统 也是世界著名旅游胜地 以五彩斑斓的珊瑚礁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著称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和海洋污染等影响 大宝礁出现珊瑚群大面积白化现象 据了解 优部将把潜艇项目所得收入 全部捐给珊瑚礁保护组织 还将额外捐赠十万澳元 约合47.5万元人民币 以支持珊瑚礁保护计划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 您还可以关注海峡新干线 今日头条号和微信公众号 好 感谢收看 我是紫桥 明天见